其實其他一般公司裡面用 還有可能怎麼樣呢 這個資料不是放Esser裡面 是放SS裡面 透過SS連結 但是SS缺點是 它共用會有問題 所以也有用在那個所謂的SQL Server 應該是那種伺服器 資料庫伺服器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共同去存取 你可以把資料帶過來查出來 那你只要把資料 資料庫設計好之後就可以查詢 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LOOKUP的這個用法 那再來另外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把其他資料都保護 那只有什麼 這個不保護 還記得吧 有沒有 因為編號部分上禮拜有講過 就是 如果你要保護的話 就是 怎麼樣呢 因為預設有沒有 全選的時候你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裡面 在保護裡面的話 各位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說保護的時候呢 基本上它就全部都鎖定 也就是全部 都保護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有一個地方 不保護 就是 編號可以輸入 其他地方都不能動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編號 有沒有 按右鍵 然後呢 儲存個格式裡面呢 只有它不保護的話 只有它 不保護 對不對 只有它不鎖定 其他都鎖定 其他都保護了 只有它不鎖定 對不對 按個確定 那你再到那個 教 這個教育裡面的那個 保護工作表 有沒有 你有沒有按下去 就按個確定 看你要不要密碼 按確定就可以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要修改其他的 欄位的話 比如說 我想要動一下 這裡面的銷售金額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說不能 動 對不對 資料不能動 唯獨的 然後呢 編號也會動 002 Enter 可以 所以這樣的話呢 會更完善 不會讓user亂動 當然最好是 你們也可以try一下 可以把 這個資料 有沒有 另外再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擺到後面 不過會牽涉到一個問題說 不同的那個 SHIT 就是工作表的參照 那前面必須要給他工作表名稱 這部分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lookup的 這個使用方式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有點類似 類資料庫 也就是說 把那個 ECEL 拿來當成那個資料庫來使用 當然 ECEL拿來當資料庫也不會有問題 因為你筆數不多的話 資料量不多的話 拿來用心就夠了 所以有的時候 資料庫主要 處理大量的資料 那如果你小量資料 建議其實就是 用ECEL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砂機不用牛刀 你資料不多的話 用ECEL還是比較好維護 只是說你要如何 保護你的資料 不要讓user亂動 這個也是個問題